大家好 第一次講Photoshop 用就用得多了 用了幾十年 我由Photoshop的 好像是4.0 還是3.0開始用 到現在 CC都不知道多少 我還是在用2017 首先 今天我們很簡單的講一件事 我們逐一逐一來 今天每次只講一件事 每次只講這個 移動工具 首先開了自己的版面 PC也好 機也好 其實沒什麼所謂 總之開了你 你CC也好 跟著就 之前那些 什麼CS 什麼什麼都沒有所謂 都是一樣的 其實這些基本用具 好 我們接著會開一個 打開一個頁面 我通常會用Cmdn Cmdn就是開一個新頁 大概隨意 這些頁面 先不要理會 簡單來說 就這樣開了 就這樣開一個 因為我們 重點不是這個 移動工具 其實移動工具 你現在在這裡 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現在 處於一個 背景畫面 背景畫面是不能夠動的 是 會立即出現這樣的情況 它會提醒你 唯一一個方法 你可以怎麼動呢 你雙重點這個位置 這裡 它就會出現了這個 這個表 那你確定 你喜歡打就打 打點名字 那你不打 我通常都不理會 比較難 這樣 就會變成 你看到跟剛才不同 我回頭給你看看 背景 跟著變成塗層 當你變成塗層那時候 它不再是一個背景 你就可以 動動 就這樣可以動動 現在 全部都只是用這個 左右 上下 就是這個 動動 底 因為現在底 變成一塊 一個塊面來的 OK 一 可以自由動動 二 如果不是 你按著一個 Shift 向左邊走 它會 很平衡地走的 看得到 否則 有時候你想整體 這樣拍 你這樣自由動 你都不知道自己拍不拍到 如果現在這樣 就這樣 走過去 就會變成 垂直 平衡地走 當然 上下 左右 可以 上下 也可以 對 其實 打斜 可以 不過 斜度 就要自己去 看自己 對不對 OK 好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逐樣逐樣 教 不要太多 我可以給不同的網友 不同的需要的人 逐一拍去看 因為有時候 我們去看 一些YouTube 教Photoshop 它有 某些事情 其實是搞得很好 但是 有某些事情 對我沒有用 變成我整天 要不停地看一堆 有些未必 太關痛 自己需要的 那些 就會花了一點時間 我現在想單 一件事 就說一件事 現在 就是說這個 OK 如果喜歡的話 又想 繼續看下去 其他 有些 訂閱我 多謝你 拜拜